这个南投县长林明珍从七月开始在县内各乡镇举办卸任感恩说明会 民进党南投县议员候选人曾崇凯 昨天去向南投地检署提告 说林明珍在会后发送市价360块的不锈钢隔热泡面碗 当成政令宣讨品 可是国民党县长候选人许淑华跟南投市长候选人张家哲竟然在一旁一一请托 明显假政令宣讨之明行会选之时 南投检方已经受理这个案子 强调有文必查有据必办 许淑华跟张家哲对此不予回应 那南北管理政府说 我发送的时候我就没看到候选人站在那里 这样子 可是 可是 17号南投市平和里场次的宣传单 印有林明珍许淑华 还有国民党南投市长候选人张家哲的照片 而且许淑华跟张家哲还具名邀请 然后当在这个发这个奖品的时候 会中的司仪还带领现场民众大喊动算 会后县政府官员发送政令宣导品 不锈钢隔热碗 隔热泡面碗的时候 许淑华等人就站在发送者的旁边 一一跟民众说再拜托了 再拜托了 中间还帮忙递送泡面碗明显设犯会选罪 而这样的这个场次有130场 每场都有政令宣导 来我们来看VC 南投县党候选人许淑华与乡亲热络寒暄 一旁穿蓝背心 绣有南投县政府字样的官员 忙着从纸箱掏出一个个精美的泡面碗 但在此之前会场台前拉开的红色布条 大家奖黎明珍出席 许淑华张家哲揭身着竞选背心 麦克风轮流拿跟相亲致辞 南投县议员后选人曾从凯认为喊冻算 送泡面碗辞举一次会选到南投地院按林控告 用公堂然后采购价格超过三百块的价值的礼物 然后办他的感恩说明会 但是实际上是替许淑华张家哲 等国民党候选人在造势 说明会完了以后 被发送这个宣导品 但是候选人要怎么去 我们就不晓得 因为我们这个场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引发正义的还有这张广告宣传单 印有林明珍 许淑华 张家哲三人照片 清除写着县长卸任 感恩说明会 许淑华 张家哲邀请您 现场还备有变餐 南投县府解释各科市的处长 负责发放的是广告宣传品和候选人无关 但发送宣传品的当下候选人就站在旁边 有无不当地检署将展开调查 而许淑华及张家哲阵营 并未对此诉出回应 好 那么在整个政令宣导 送这个泡命碗的时候 那有这个许淑华也在场 也在喊冻蒜 那有人说这个实在是太嚣张了 我想请教一下季恒兄 季恒现在也是南投积极镇的镇长 那请教一下季恒兄 现场有何嚣张 好 我们刚才的VCR里面有看到 在那插头发冻蒜的那个主持人 他穿着的是国民党候选人的竞选背心 对 然后现场用南投县政府的公堂 也就是各位宣明的纳税前 采买的这个文宣品 价值超过三百块 那个局处首长在发送的时候呢 许淑华跟其他的国民党籍候选就在旁边 拜一一的拜托 甚至之中有一段的影片呢 有录到那个 我们知道那个局处首长要一个一个拿起来嘛 所以要有人递给他嘛 那递给他的人也是许淑华的司机 那就完完全全这就是一个宣企镇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刚刚VCR有出现 那个文宣的传单 上面呢 许淑华 张家哲都直接拒名来做这样子一个邀请 虽然说县政府后来解释说 这个场子是林明正县长 自己掏腰包来举办 但是如果是自己掏腰包举办的场子 为什么可以让县府的政令宣导 跟县府的文宣品来搭配呢 我们其他候选人 我们也有相关的服务可以来申请吗 我们可以跟县政府的各局处说 我要办一条作识的活动 你也来办法做一个政令宣导 我想当然是不行 而且刚刚VCR有提到说 这个感恩说明会至少130场 然后林明正全部自掏腰包 我这个财力我只能说也是蛮雄厚的 一场我们政令宣导 为什么需要他自掏腰包 这个就是很奇怪 我觉得他就是公私不分 明明就是一个私人的选举场合 他硬要公家的这个文宣品来倒杀钢 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好一点的单楼 让人家拿回去 好像会有点失离 可是呢 可是那个泡面丸不是公家的钱吗 对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泡面丸本人 这个泡面丸本人 今天专门从那个把它带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泡面丸 不锈钢 桑林寺的内胆 外面有一个塑胶的绝缘 不会烫手 这个盖子还设计很精巧 上面有一个凹槽 除了打开跟盖起来很方便之外 这个凹槽还可以干嘛 你等泡面丸本人 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人的投票意愿 我觉得是有的 我觉得是有的 对 那而且这个泡面丸本身 他跟这些局处的宣传业务也没有关系 他这些费用来源的包括环保局 包括这个消防局 包括计划处 包括观光处 包括新闻行政处 对 各式各样的局处 大家都要出钱 都要买各式各样的文宣品 在这个场合 那我已经有听到一些国民党议员候选 还有可能等一下文元兄也会这样子来辩护 就是说这个场合是公开的 大家都可以去 真的吗 那个邀请上面都已经具名了 许舒华跟张家哲 而且我要举一个例子 上个礼拜在我们积极镇 有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那个心盖落成 那这个是我去跟卫副政局预算 但是县政府帮忙出了所有的地方配合款 但是林明珍去主持的时候 他竟然不给我讲话 对 我是现任的政长 这是一个完全公务的场合 跟政治无关 你是现任政长 他不让你讲话 他不让我讲话 对 他的理由是说时间不够了 不够了 可是很奇怪 在剪彩结束之后 许舒华三三来迟 他竟然邀请大家快回座 许舒华要致辞了 怎么回事 刚刚不是时间不够吗 这个是用国家的预算 公坦举办的一个公务的场合 林明珍都这样干了 林明珍都这样干了 那他这个 他自称自掏腰包举办的 这个感恩说明会 难道我们去真的可以讲到话吗 我们真的可以讲到话吗 对 而且我们在VCR里面可以看到其实虽然说他们有可能有三五分钟政练宣导 可是这些局处首长全部坐在台下 坐在台上是什么 全部是国民党籍候选人 对这个颠倒了嘛 如果说你是政练宣导是主体 因为你政练宣导有这些文宣品 那怎么会局处首长全部坐在台下呢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 他是拿给我们公家的钱 人民的钱 政府的钱拿去做会选 可以这样说吗 对 不然是会选 又开公的 你开支会选 就算是开公的来会选 那公司不分 波文可以这样捕吗 这样算黑兰捕吗 这个是非常离谱 第一个我相信 我希望那个检调 如果好好调查的话 光这个案子 这个这个就很糟糕了 他现在不是说只有那个 那个会选的问题 他今天因为那个碗是公家钱出的 那你公家出的钱 然后你用来怎么样 用来支援特定候选人的选举场合 你等于是拿公家的钱 去途利私人 坦白讲这有没有贪毒罪 我觉得南投都很用 你知道都世界第一 李朝青去打四百年了 都不怕四百年 我们过去台湾说 四百五四百五十 减少五十四百五 对这不准 比台湾过去台湾陈町南 在算的时候说 台湾四百年来第一站 他比那四百年来第一站还更强 判四百五十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好好查 我坦白讲 那些都黑白鸾骨啦 你想想看 我们如果说是县长卸任的感恩 感恩查会 他一定是现场都是县府人员嘛 怎么要安排座位 然后县府的首长还要出去 说钱而已 那个都要付加班费 然后都是用县府的公家资源 你堂堂用公家资源在替候选人造势嘛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黑白鸡勢啦 真的这种像这种地方 县市政府如果不翻的话 真的台湾民主不会进步啦 他如果他为什么敢那么嚣张 他就是克谁啊 反正我这样做照样 我国民党继续连任继续当选 你能耐我何 你没关系 不过 你不能买在那一天 你不会去吧 他在那一国